9月5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卢定县发生6.8级地震 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 那么灾情发生之后 国台办和四川省台办就立马启动了涉台的应急预案 第一时间摸排台胞台企受灾的情况 协助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台湾各界也通过各种形式向灾区表达了关切慰问 台胞和台商台企踊跃向灾区捐款捐物 已经超过了900多万 很多台胞也在社交媒体发帖为灾区加油祈福 很多台湾青年也都参与了灾区的志愿者服务 为力量汇聚两岸大爱 在此我们表达最衷心的感谢 而且其中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有一位台湾女孩 她在一天之内由受灾游客变身成了救灾的志愿者 在安全脱险之后就立即主动的参与到分发物资 后勤消毒清洁等救援服务工作 她说她说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怎么有这么帅的人进来来救我们 那我在这边就想对她说 谢谢有这么美的人 留下帮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